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接下来是我们的中国媒体看世界栏目 继中国所谓的被调查 被休假等各种被的说法之后 现在又多了一种叫被嫖娼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请主持人海涛来跟我们谈谈 海涛你好 预言好 对 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谈的主要就是最近的网络大V 这个薛满子的事件 中国媒体在经过了一个多星期 现在还有没有相关的报道 报道的中心点又在哪里呢 还有很多报道 比方说星期五环球时报发表一篇社评 一般社评来就是他们的非常重要的一篇东西 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的题目叫什么呢 他说就是有一些人呢 你支持这个薛满子 支持太过头了 反应太大了 那么你们要注意 你如果你们支持过头反应太大 你们就不是言论自由问题了 而是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了 就是薛满子他不管怎么说 他嫖娼也好 他这是一个事实 你们不认定这个事实 而继续支持他 那么你们就可能触犯到另一个底线 那这个底线就是法律的底线 确实 而且这个薛满子事件 它其实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包括他本人又是个美籍华人 所以也牵涉到这个国际间的一些讨论 对 是不是能够我们谈谈 在这一方面 中国媒体又是如何的来报道 就是针对他的美籍身份的问题 那么还有另外就是 大家都在讲这个网络大V 这个大V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大V就是在互联网上 比方说微博 你是一个微博的博主 那么有多少粉丝来跟着你 比方说在中国他们定 如果十万粉丝 你在微博上有十万粉丝 那么你就是一个大V 如果你有一百万粉丝 那就更大的 像薛满子这样的网人 他有一千多万粉丝 所以在中国他当然是一个相当大 影响力相当大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中国的媒体批他 主要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大V 你在互联网上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有很多人跟着你 很多人就是比较崇拜你身份 而且你在上面 你是道忙而然 怎么跑到底下呢 你就搞这些非常不能入流的一些东西 非常无耻的一些东西 它主要中国的媒体 主要着重在这一方面 那我们也知道 就像你刚刚说的 他有很多的网友 很多的追随者 那么对于一些比较倾向于民主派 或自由派的这些网友 对于薛满子传出这些事件之后 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 我知道有一些表示 曾经被薛满子帮助过的人 表示说他们难以置信 那一般的这个民主派自由派的网友 他们的反应又是如何 他们的反应就是说 你作为一个人 他可能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如果是犯什么错 你就按照什么错 如果他是影响了自然条例 犯了自然条例 你就按自然条例 但是中国呢就是说 先把他按自然条例来处理 然后马上又把他上升到一种刑事的一个 比方说拒终淫乱 这在中国的刑法当中 它是一种刑事犯罪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就可能就是判刑 判五年以下 甚至可以驱逐出境 现在就大家我想提一下 就是说对薛满子呢 就是中国方面 攻他呢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 他从美国回到中国 07年回到中国来创业 那么他在美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 他的太太也是 据说是93年从贵州到了这个 救济山和他相遇 就是他有很好的家庭 那么你呢 中国政府就攻他 你有自己很好的家庭 你却在这个中国这个私底下进行嫖娼 那么这样的话 对你的形象 对这个整个的大V们的形象 整个民主自由派的形象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是确实 那么这个薛满子事件 我相信在网络上 还有更多的这个相关评论 还在继续的发生 我们也欢迎海涛 稍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继续我们做更新更详尽的报道 谢谢海涛 那么如果观众朋友们 您对于今天的中国媒体看世界呢 还想了解更多内容 我们也欢迎您 登入美国基因中文网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 VoA卫视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 不要走开 我马上回来